好 同时关心长辈施打疫苗的情况来看到台中市的部分了 台中市政府为了给65岁以上的老人家更好的防护力 下周2月14 15两天将再开设快打站 接种的是莫德纳疫苗 这次呢除了针对符合第三季施打资格的长辈来发放通知单 第一季或第二季尚未接种的老人家也会一并通知 专为老人家服务的快打站又来咯 台中市政府为了给65岁以上长者更好的防护力 提升疫苗涵盖率 预计下周2月14 15号两天开设快打站 为老人家接种莫德纳 2月14号 15号两天要加开快打站 为本市已经接种第2剂接种2剂COVID-19疫苗 而且满三个月65岁以上的市民 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要施打第三季 那因为下个礼拜一二 就要开快打站为这些长辈服务 预计大概是3万人 涉及在台中市符合第三季 施打资格的长者与原住民 预计约有3.6万人 而这次快打站跟以往不同的是 也将针对尚未施打第一季及第二季的老人家 约有9.6万名再度发放通知单 鼓励大家能踊跃接种提升自身防护力 也让城市更安全 没有施打的长辈 大概有9万人来施打 所以我们这次的民政系统会发放的 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已经到期的第三季 要施打的长辈 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一季第二季都没施打的长辈呢 之前虽然已经发放过 他们没出来打 我们会再发一圈 这次快打站主要针对65岁以上长者 只要符合资格想接种莫德纳疫苗1到3剂 都能在快打站完成施打